嗨,大家好,我是Anthony 在日常摄影中,我们很喜欢那种背景模糊,主体突出,照片虚化的感觉 然后我们应该如何简单的去实现这种虚化的感觉呢?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光圈 什么是光圈呢? 光圈就是相机镜头控制进光量多与少的装置 光圈F值越小,光圈就越大,进光量就越多 光圈F值越大,光圈就越小,进光量就越少 那么光圈起什么作用与效果呢? 光圈越大,景深越浅,背景越模糊 光圈越小,景深越深,背景越清晰 我们应该如何实际的去调节光圈的大小呢? 这里有个简单的法则,叫做阳光16法则 当阳光灿烂的时候,我们把光圈F值调成16 当阳光有云的时候,我们把光圈的F值调成11 当多云的时候,我们把光圈的F值调成8 当阴天的时候,我们把光圈的F值调成5.6 当日度的时候,我们把光圈的F值调成4 当然啦,这是相对于相同的快门与感光度 这时,快门我会设置为1125分之1 感光度我会设置为100 光圈的大与小,直接影响背景的模糊与清晰 当我们去创作的时候,我们可以通过调节光圈的大小 去得到我们相应想要的背景模糊或清晰的效果 好了,光圈我们就讲到这了 请关注我们V式Club威慑居乐 每天掌握一点摄影小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